最近这两天在屏东恒春出现了这种超强的落山风 风吹的路边的机车是东倒西歪 就连汽车驾驶要关车门都很困难 就像台风一样的强度 让很多旅客不敢出门 连带影响水上活动的生意 停在路旁的机车被风吹的东倒西歪 小客车驾驶连关车门都困难重重 怎么样 风大伴随海浪也大 沙滩上空荡荡一变 旅客吓得不敢出门 连带影响水上活动的生意 因为横春地市低洼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会引起落山风 强度达到5到12级 郑震风吹得就像台风一样 连说话也听不太清楚 外来的居民或者是一些游客 可能会很不适应 比如说骑车呢 就会觉得阵风来了赶紧刹车 或者是开车也会不断的有刹车现象 当地居民形意为常的落山风 可能吓到外地游客 还提醒行车者遇到强风 别急着刹车 一面后果不堪设想 终于新闻张传 陈文杰 评论报导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